大消息宝能旗下的官智汽车很可能要停产了 上周有消息爆出来 官智汽车不仅7月份的产量和销量都是零 而且直到现在今年的总产量居然只有1927辆 这大半年造的车加起来还没有比阿迪一个月的零头多 而且不仅车造不出来 官智的内部员工还爆料 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 现在公司内部掀起了一股离职潮 高达70%的员工已经离职 可以说官智现在就是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但是为什么被靠大金主宝能的官智汽车会走到今天这步 我去查了一下 17年宝能为了造车天价66亿收购了官智汽车51%的补缺 但是当时官智汽车的负债高达92.1亿 等于说宝能这66亿完全就只是为了买一个有造车资质的壳 而且为了让官智起死回生 宝能又陆续大手笔投资了200亿用来研发造车 要知道去年车企研发费用排行榜第一第二的上汽和比亚迪 加起来也才200多亿 但是官智除了去年9月推出过一个官智期以外 就再也没有上市过其他的新产品 我就好奇这用来做研发的200亿到底都花哪里去了 最搞笑的是18年 官智好不容易卖了63179辆车走上了车身巅峰 后来却被爆出来 大部分都是宝能旗下的汽车租赁公司自己内部消化的 这是在玩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忽悠大众啊 不过要是放在以前 宝能还能给官智再输点血 但是天眼查信息显示 9月份以来宝能一周之内就被法院点名了三次 强制执行了68.62亿的资产 除了宝能自己 宝能旗下的投资公司 百货公司也接连爆出强制执行的消息 而且宝能集团合并后的债务高达5061亿 资产负债率高达89.5% 这很大可能是腾不出来钱就官智了 官智汽车还能挺多久 真得看有没有下一个百亿骑士来接盘了